公吼 哎呦 少小 哎呦 幹 嚇死了 衝他小 Tire Plus 持家 持家汽車服務中心 立馬 龍魔 世界最大隔熱紙生產商 我们先看MV啦 哎 阿代 来开MV啊 还什么小诗歌拍MV的吗 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你不知道吗 中导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吗 你是不是都不在 呵呵呵呵呵呵 来来来来来来 哇 哎 画质还不错捏吼 哦 结束了 三分多钟 就这样喷了 好不好 阿代后面弄成这样 哦 腰匙啊 衝得好像很专业 耶 好啦 讲一下吼 这个是蛮久以前的一个故事了啦 同行之间吼也是会去欺骗的 很多年前曾经去同行买了一台车 跟他盘车的时候他就说 啊这一手车吼 我已经忘记详细的里程啦 我假设我买的时候里程十万好了 我说哎呀这个里程正确吼 他说一手车吼车况很好正确啊什么什么 然后回去之后吼 有时候我们都会去 我啦我习惯性还是会去查一下 然后就有一查 明明这个在前一阵子才刚调过表 我去查原厂的记录不准确 比如说啦 假设今天 2022年9月28号我跟他买这台车 十万公里 原厂一查 上个月回去就已经十二万公里了 那就不准了嘛 那这个时候呢 正常一点的同行呢 是不是就回去 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这表不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去跟他改嘛 或是怎么样 那如果比较这个机车一点的做法是怎样 你知道吗 就是呢打电话给卖我车的同行 就跟他讲 我说哎你也不想要直接去说 哎你调表卖我 不用你也不用去讲 哎我跟你讲哦 你卖我那台车啊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卖给客人以后啊 其实我还没卖哦 其实我还没卖掉 我卖给客人以后 现在客人说哦 那个里程不准 那他现在要回来告我 那我是OK哦 我是先跟你提醒一下哦 我相信你也不会调表骗我 只是我要跟你提醒一下 我现在在跟客人瞧 瞧看要怎么处理 那现在我是只是在跟你分享讨论一下 如果他告我 因为也不是我调的 所以我一定可能 我势必 我要拱出来嘛 我跟你买的啊 我要拱出来 我是跟你买的 这没办法 要不然你叫我吞 不可能就不是我调的 我只是先跟你这个 照会一下 告知一下 好可能会这样 有没有 你就这样跟他讲 然后呢 这个哦 是是是 过没多久 他就会打来说 这个我刚去问哦 怎样太烦 他就是妈 顾卓而言他啦 然后他就问说 现在客人的意思是要怎么处理 这样 他现在跟我讲哦 客人是跟我讲说 一公里哦 是这个五块钱啊 我要跟他回收 他不要客人坚持说哦 要和解就是一公里 五块来喬啊 十万公里跟十五万公里差了五万公里 一公里五块钱 二十五万 我说我买一只要买这么多少而已 才有赔二十五万啦 客人就说真的如果瞧不拢 就要上法院了 上一个调表的人他一定很紧张 他一定很紧张 因为客人告我我就要告他 我就要往上告嘛 啊这是一定的啊 对不对 他会比我还紧张 哦 那到最后就瞧瞧瞧瞧瞧瞧 他这个大家同行也不要说八万块钱都要你赔 啊你觉得 如果你这边一人出个四万这样好不好 他说哦 那这个可是 好好好 后来他就心甘情愿四万就会过来 哈哈哈哈 好就这样弄嘛 这个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嘛 这个空手夺白刃嘛 不是他这样弄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如果你被弄了不开心 你就这样反弄他 这样就好了 现在比较少有同业之间会去做这种事了 因为也不值得了 我之前其实我就一直非常非常的去推崇说 一定要去落实一个里程数的登载 比如说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应该这样就是 第一个最重要是原厂应该要去开放里程数的查询 现在监理站已经有了 但是监理站其实坦白说现在错误百出 现在监理站的登载真的是错误百出 你不要说你公布在网路上让大家查 你至少说我是下一个车主 我买了一个二手车了 那我回原厂去 我确实是现在的车主了 那我也没有要你跟我讲前一个车主住在哪里 几岁哪里人安安 都不用 你只要跟我讲说他之前保养的里程数就好了 这有什么各支的问题呢 他们现在都用各支法来呼嚨 请问一下我现在是这台车主了 难道我没有全力知道他之前保养的状况跟里程数吗 对不对 我只是要知道我这台车之前里程数是多少 几月几号他有没有按时期保养 这个车有没有被调过表就这样而已嘛 然后呢再一个监理站虽然现在这个还是蛮多错误的 可是我觉得至少已经进步 问题是监理站只有五年刚开始第一次验车的时候才有登载而已 然后再来第二个除了原厂之外 如果说有一些车在外场保养 是不是就查不到了 是不是应该要比如说外面如果有一些这个连锁体系的维修厂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应该要有一个你看二手车这么多联盟 其实我觉得修理厂也是应该要有个联盟 他们做这些事也很好啊 因为这么多修理厂如果他的电脑是可以 这个统一起来的 对于你这个消费者你要卖车的时候也是好事啊 你要卖车的时候你在外场你也有标准的保养记录 即使你都在外场保养 人家也看得出原来你每5000公里都在保养 你也不需要跟下一个人讲说你换了些什么东西 像美国的那种Carfix 他整个list出来包含保险出险的记录 在哪里保养里程数 他甚至Carfix来他甚至连这个你换过什么零件都有 请问一下美国人有比台湾人更不讲究个资吗 台湾有时候那种法规就是这样 你没有比人家现代化你的规定倒是比别人他妈的多了不少 还有现在台湾的汽车的环保法规啊 讲难听一点你一个车都做不好的一个岛屿 然后你的法规倒是跟国际接轨的很厉害 这种事情你都对了你没有进步你只要这些事情都对了 有什么用 我真的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查一下这里程 我觉得这对消费者来讲一定是好事 因为无论你在卖车或买车都一定是好事 唯一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好事的就是什么想做坏事的人嘛 我讲最简单的这上面各支法不各支法 除非你想做坏事不然你干嘛担心人家查里程 你干嘛担心人家知道里程对不 跟法律一樣啊 現在要創一條法律 講難聽一點你不犯法你怕什麼 死刑不死刑干你什麼事情 你要不要做壞事 比如說我們是一般的人民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訴求這樣子的一個心聲 要怎麼樣去 讓上面的人知道 我是不曉得啦因為我不是什麼名義代表什麼 而且我認為就算我們去找個名義代表 可能也沒什麼屁用 可能只會淪為作秀的工具而已 真的有些人說啊你去找什麼名代什麼 我去反應這個對我有什麼好處 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為大部分消費者都好的事情 而且我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在 提倡一件事情 車不是不能跑多 車也不是不能撞過 差別在於說你賣人家的時候不要不跟人家講 你反應價錢 有緣的人能接受的人會買 沒有緣不能接受的人不會買 跑里程數多的 你有里程數多的價錢 那有一些人沒那麼多錢 他又喜歡這個車子 他買里程數多一點保養得宜的車 他可以便宜一點 用他現有的資產 他買得起他想要的車子 也會有人買啊 真的啦 什麼車都有人買啦 我們雖然我常在嘴什麼 納茲捷 還是什麼韓國車 那個都還是會有人買 什麼車都會有人買 你說以前的那個熊貓車 大家說什麼方向盤會掉下來 還是有人買 對不對 你只要價錢 是符合市場行情 一定都會有人買 那我不是講說你全部的東西都要讓我查得到 你就里程而已嘛 就那麼簡單而已嘛 不要詐欺嘛 對不對 不要連一個二手車都詐欺 大家買二手車詐欺 講到二手車就說詐欺 講出來讓大家去 思考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這樣 我覺得里程真的沒什麼 我沒有要問你前車主的姓名 跟地址電話 真的沒有 那我坦白話講 我以前真的遇過客人幹這種事情 我賣了一台B&W給一個客人 前車主是一個 女生女孩子 我記得是一個藥廠的經理的樣子 然後呢 跟我買這台車的客人 真的不知道去哪裡 查到前車主的電話 打電話給前車主 我與其不論他有沒有問他說 你賣多少錢 給小師 我覺得 這個東西我行得正做得端 中間的差價就是 第一個我整理的 第二個我要賺的 我其實不怕他知道 我跟他買多少錢 可是問題是 你真的騷擾到人家了 人家今天找車商賣 人家沒有時間 去處理這些事情 人家不想被騷擾 所以他 才把車賣給車商 快速簡單 清楚 那結果你去找到前車主電話 打電話去吵人家 問人家說 你在哪裡保養的 怎樣 怎樣 我跟你講 以前有一個叫做 領牌登記書的 上面其實會留車主的個資 你知道嗎 你們如果有車的人 你去看你們的領牌登記書 上面其實有車主的個資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地址 全部都有 所以那有什麼個資的問題 我的話 講真的我不太會幹這種事情 我就算有找到前車主的名片或什麼 我也不會去 騷擾人家 不是啊你都已經買了 你想要知道什麼東西 除非車子真的是 問題很多 我賣那車也沒什麼事情 我覺得他是不是看到 女生去騷擾人家 我不知道 好啦反正我要表達 就里程這個部分 目前呢 監理站 是在五年之後 每一年的驗車 他有登載里程 但常常會登記錯 然後之後 十年車就是每半年 監理站就會登載一次里程 然後這個 五年內呢 有人說那五年內 小師五年內怎麼辦 我說五年內呢 你就看原廠紀錄 我跟你講剛剛有人說什麼 買原廠認證中午車 原廠認證中午車會跟你講 我跟你講 那個都是偷偷查給你的 你不是個資法 你怎麼在原廠認證中午車買 你就可以告訴我前車主的紀錄 我在別的地方買的 回來問你就 個資法不能跟我講 那你是不是選擇性辦案 對不對 我跟客人買一台比如說我隨便舉例啦 我只是舉例喔 不是真的發生的 我跟客人買一台Toyota的車 我已經過戶回來 小師汽車了 那我現在是車主了 我去原廠說我可不可以跟我講前面的保養的里程 我不要前車主的個資 你只要跟我講他什麼時候 幾公里的時候保養就好了 他說不行喔 有個資喔 很奇怪的 為什麼 我是車主 我就不行 別人如果去你那邊買 原廠中午車你就可以跟他講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現在 有查里程我跟你講都透過關係偷查的 有埋伏在裡面的人偷偷查的 嘴巴講一下而已 他們也怕出事啦 他們也不敢拍給你 以前會用拍的 拍那個保養紀錄傳給你 反正我覺得那個 也是選擇性辦案 那如果五年之內 真的原廠 也沒有紀錄 有人說了嘛 小事哥那如果去問原廠 原廠說都沒有在裡面保養怎麼辦 我說那你還要買嗎 一台車買新車 從還沒回去原廠過 那你還要買嗎 你就不要買就好了很簡單啊 五年後 查得到原廠紀錄 五年內原廠又沒有紀錄 靠腰 你幹嘛買 對不對 你就不要買就換別台就好了 一台十多年中古車掛著欺碼新牌 中古車為什麼要這麼做 換新牌有很多啊 有的是這個 可能他不是一手車了嘛 之前轉過一手當中的一個車主 有些車主會有那個 會有潔癖嘛 他不想要用之前車主的車牌 所以他就 我現在買二手車我就換新的牌 有這樣的車 之後又賣給中古車行 他就 他就永遠是新的牌 因為現在領不到舊牌 這第一個嘛 那第二個是 太多罰單被註銷掉了 有的是超數被註銷的 太多罰單驗車太久沒驗被註銷掉的 你也只能領新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租賃車啊 之前掛計程車掛租賃車 計程車租賃車你要轉自用 那你就是一定要換牌 那換的時候就只能領新牌 所以原因蠻多的啦 我上次買是查驗車紀錄加原廠維修紀錄 不過里程真的太低 10年車僅2萬多所以很難說是不是真的準 其實這個查因為現在我們的紀錄都不完善 所以我剛剛在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覺得 這些東西是不是要 可以完善一點 在二手車這一塊 我常在講為什麼感覺好像政府都不是很注重二手車這一塊 定型化契約 民國100年 到現在 裡面還有說什麼備胎 收音機 有沒有冷氣 有沒有有簽過定型化契約你就看那個定型化契約 版本舊到靠北 他有說 下列主要配備勾選 備胎也算一個主要配備 收音機 冷氣 現在怎麼有人在搞這個 就是很舊的版本啦 定型化契約其實也是很舊的版本 二手車其實明明每年銷售量很大的東西耶 你知道嗎 你看那個原廠都想分這一塊餅 你看多少二手車行 然後再來多少外匯車行 再來除了原廠想要分這塊餅以外 連國外的 現在好像不是有一個什麼新加坡 說完馬來西亞我不知道 也要來吃這塊餅 你就知道台灣二手車的那個餅有多大 那個是真的有油水 所以大家都想撈你知道嗎 那這個明明那麼多人在消費 每天在發生糾紛的東西 為什麼 不去 做一下修正 比如說 定型化契約的修正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強化這一些 二手車里程的 查證的一個管道 最重要可能 詐欺 最要重一點 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越來越進步 然後最後這個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審月期 大家對於 合約的審月期 這件事情的了解有 多多 那正常來講的話 你們知道簽合約 要有審月期這個東西嗎 至少三天的審月期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美港 有很多的契約包含保險 包含你跟銀行的契約 包含你在買房屋等等 只要有牽涉到契約的東西 不管你去簽什麼契約 契約回去沒有讓你 審月三天 那基本上 不管你在交易完成後 或是之後 都可以 用這一點 來抗議說 這個合約無效 因為你沒有詳細的審月之後 那你沒有清楚的 詳約合約的內容 所以你都可以去提出說 這個合約是 無效的 所以審月期很重要 大家你們在外面消費的時候要注意 審月期很重要 那剛剛有人講 業務都會引導 放棄審月期 那我覺得不能講引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做法 好不好 如果有一些通常在聽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跟大家 來做一個分享 因為是這樣 我們舉我們二手車的力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樣 大家可能想過的問題 做生意本來叫江本求利 我今天如果說 我給你審月期 那簽完之後 我不知道你回去要審月多久 那在這段期間 我這樣商品 都沒有辦法賣 你有沒有想過 不管是二手車 我們二手車單價也不算 低了 所以 我們商品會被卡著 沒辦法賣 更何況 房子或其他的東西 我為了你在那邊審月 那我東西沒辦法賣 那其實這樣也 間接的影響到 我們的權益 跟別的想要買這台車的消費者 權益 你想看看 一個卡 三天五天 對不對 如果來五個審月 我就半個月了 你知道嗎 就半個月一個月就去了 來三個五個來審月 說不好意思小事 我審月了五天之後呢 我 家人不讓我買 我再等下一個三天到五天 下一個人又要審月 我老婆 說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真的對我們來講的話 是有影響的 所以也不要說我們 會引導 消費者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溝通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會跟消費者溝通說 如果說你已經覺得你 想月了這個合約的內容 或是你已經想清楚 覺得OK了 或是你不想要再來一趟 因為你審月完你還要再回來一趟 簽約 正式生效 你審月完你還是要回來再簽約 正式生效 所以你如果真的 或者是你不想再跑一趟了 你已經想清楚了合約的內容 或是你對於小試汽車 也很放心了 等等 你就很確定你要買這個車了 那我們可能會請客戶來寫說 他今天就要買 我要放棄 審月期 但是我覺得不能說引導啦 因為我也不會逼你 當然你要審月我們是OK的 就是說 我們也有消費者 他說他要回去審月 那OK 那我們一樣把合約簽訂完之後呢 然後讓你帶回去審月 但是呢 我們就不跟你收訂金 你回去你要審月多久 三天五天半個月一個月兩個月 都沒有關係 但是呢 可能因為我沒有跟你收訂金 所以可能審月的期間 如果有其他人 要來買 買這一台車的話 我們還是有權 可以把它賣掉的 好不好 我們就變成用這樣子的方式 應該 OK吧 我又沒有逼你說 你不能審月或是你一定要跟我買 或是你不然就不要買或什麼 沒有 你要審月OK 就看緣分嘛 你審月的三天內 萬一有人來買 就跟你沒有緣分 當然三天後 我先禮拜 沒人買 你再來公司再簽訂一次 正式的契約 你審月完了 然後再跟你收訂金 然後一成 訂金這個消 機會也有規定嘛 就是一成嘛 我們就是 都照著所有的 規定下去走 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其實很久以前 包含在稅務上 勞基法上 任何部分 這個定型化契約的 我們全部都是依照 國家 規定的東西下去做 現在有很多的車商都在那邊說 我們是簽訂型化契約 甚至有些定型化契約 我坦白話講 是改版的 那定型化契約有那種 自己做的那種定型化契約 我也不知道哪來 好啦反正 現在很多車商在做定型化契約 可是其實我們好多年前我們就 定型化契約 我們就是 知道說 有一天我們可能會是這個 縱死之地 我們全部都照著規範去走 有些人會比較有疑慮嘛 那我們就是還是要說明給 消費者了解 了解這個疑慮 我跟你講我們只會 走向一個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大間的公司 我們也只能 規定越來越多 制度越來越完善 可能這個 從簽約到交車以後可能要隔越來越久 因為要注意太多東西 那我也常講很多東西其實就是 為了少數人嘛 不要有疑慮嘛 那我們就把它做得比較 完善一點 這也不是什麼壞事啦 其實有很大部分的消費者都是蠻信任我們 那當然我們站在互信的原則 我們當然也不能去 辜負 消費者相信我們 我覺得是這樣 來 這個也常有人問 貸款清償完之後 因為你當初呢 跟銀行申請貸款的時候 銀行有幫你設定住 而且有些 銀行他會把你的一個 領牌登記書 抵押在銀行端 他怕你 還沒繳完 給人家跑去過戶 當然現在已經有些銀行已經不用 押領牌登記書 新車領牌登記書有點像房地器 一樣的東西 你沒有領牌登記書你是沒辦法過戶 而且你車被設定住 那現在有蠻多銀行已經沒有 抵押這塊 好不管有沒有抵押 重點就是清償完之後 你還要等銀行入帳之後 他們跑流程說 我收到錢了 然後再把你的卷宗拿出來 那有一些如果他沒有抵押領牌登記書 他在線上幫你 塗銷大概要隔一天 他會把你塗銷掉 要看銀行的這個 作業的快跟慢 那如果說你當初有抵押領牌登記書 在他那邊 你要等銀行把領牌登記書寄回來 寄回來之後收到了 才可以去解除 當初的設定 他給我們清償證明 我們還要去監理站解除當初的設定 然後才可以過戶 所以一般有貸款的我們都會跟客人講 大概一週 5個工作天左右 你看融資公司說他們會塗銷叫你去監理站 從半排燈只要15塊 那就是說 他會去塗銷他懶得寄給你 他直接塗銷掉 他懶得把領牌登記書寄給你 所以他塗銷掉之後叫你去監理站直接用補發的 因為他設定已經 塗銷的意思就是設定解除掉 融資公司去跟監理站說 這個欠我錢的人 已經還清了 那我要把這個設定解除掉 解除掉之後 你就可以去監理站 重新補發排燈 他如果沒有解除掉設定 你補發排燈是補不出來的 因為你被設定住 你不能做變動 PTT自售車怎麼分 真自售還是車商 真自售還是車商有幾個啦 有幾個方式啦 不要管是不是PTT的 你在外面的自售也是一樣 第一個就是 最簡單的嘛 行照是不是就本人 對不對 這最簡單的嘛 那除了行照是本人以外 行照的右邊的欄位 你注意去看 有一個叫做補換照日期 補換照日期呢 你可以去這個補換照日期上面看 他是什麼時候補換照 因為正常來講 你買了一台車 你開了好幾年 你不太會去補換照 因為現在不太會去換行照了 除非你行照不見 除非你的驗車的格子 已經寫滿了 你才會去換新的嘛 要不然正常來講 你看的車如果10年以內 15年以內會寫滿嘛 15年以內可能就會寫滿 假設10年以內的 基本上 行照是不用去換的 你去看他補換照日期 通常車商 如果他跟 消費者買回來 有像我們這樣 按照這個法規 就是我跟你買回來 我一定會給你過戶完成 那補換照日期 會是最近的 車商一定這樣嘛 了不起就是一兩個月嘛 買回來以後 跟消費者買回來以後 我過戶回來 然後我整理一下 然後看到自售去賣 那個補換照日期 應該會離現在很近 那你說多近 像是自售的時候 我跟你講半年內 我都覺得 有可能是車商 那當然也許他有可能 用很多理由 去跟你講說他為什麼 補換照過 磅了 還是借宿那個 去給他前面撈破 他掛破了 借宿那個 我們大家知道 他這樣跟我們說 因為那個被前妻 割破了 所以我換新的 我們知道 我們相信啊 對不對 你一般人 編了一大堆理由 跟我說行照 換過 我就可以採懷疑的態度 沒有說 一定他這樣就是假自售 這是第一個媒槓 再來一個就是 其實我覺得 最常見的 你說這行照不是你本人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是我誰誰誰 惡舊公的 三叔媽的 兒子的 太太的車子 因為他們不懂車我來幫他賣 牽得很遠的這種 遠親近鄰的這種 你就可以採取懷疑的態度 因為 他幫別人賣 代表他對車的了解 也有限 與其 不論他是不是真的幫 親戚賣 我覺得 編了一大堆 遠親近鄰的這種 親切五十 幫人買的 你也可以採取懷疑的態度 我覺得最準的自售就是他就是車主 最理想 我覺得這就是最理想的 你包含我覺得我相信PTT上面 剛剛他問PTT PTT上面他會看出來自售 其實大部分 應該都是自己的車居多 那你如果說家人的車OK啊 對不對 你爸爸我幫爸爸賣 你爸爸姓詩 你也姓詩 也OK啊 同性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吧 如果說真的說他是車行 結果他買到一台 消費者的車 結果真的跟他是同性的 算我倒楣 怎麼辦 機率也算是低的嘛 然後再一個就是你可以試著去問問他說 可是我想貸款 你有沒有認識辦車貸 我跟你講啦 大部分的自售啦 一親猜線上的這個 隨便的一個觀眾朋友 假設你今天自售 那看車的人呢 問你說我可不可以貸款 大部分的人是 不太有這種資源的 那通常車商遇到這個 你問他有沒有貸款 他會說 這樣喔 你沒有認識的嗎 你沒有認識銀行嗎 你說沒有 我說我剛好 我問看看我有一個朋友 剛好好像在做車貸 這麼多 我跟你講喔 真正的自售 聽到你要貸款 其實他頭很痛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遇過很多 他自售一陣子跑來 說小師賣給你 我說你不是自售好好的 他說 每個來都跟我問說可不可以貸款 煩死啊 我自己賣個車而已 我才知道要怎麼給他貸款 對不對 我只希望現金交易 簡單 快速 就錢給我 過戶過一過 車錢走 你知道喔 大部分的人都是 自售的人都是這樣 沒那麼多時間 大部分真的沒那麼多時間 跟你搞這個 小師我為了多那幾萬塊 算了算 直接賣給你 我不用在那邊跑來跑去 每個來約看車 然後出去試車 三更半夜 有時候 下班了以後 八九點 九點十點 才有空 約在 動物園約在哪裡看車 那黑黑暗 對方來兩個壯漢 來給我試車 我怕就怕死了 我只是想要賣高個幾萬塊 每個來看一看 回去問天問地問老婆 問公罵 對不對 還要給我試車 試車不知道 給我載去山上嗎 真的除非 他剛好在銀行上班 那有機率啦 可是 機率太低了 你在銀行上班的人 你有空去自售的人 真的也不多啦 我坦白說 你也只能下班才約 你在銀行上班 已經累得要死 下班還要去跟人家約看車 那也很累 你運氣好看一個就中了 看兩個就中了 運氣不好看十個都沒買 再來的就是一些 我覺得比較細節的問題 他對車到底了解多少 你問他 一些這個保養的問題啦 等等的啦 你去問他 看他對這個車了解多少 但我覺得認為從身份上面 其實就蠻容易去判別 從他 這個車子 補換照 或者是過戶多久 我跟你講其實 網路上有一個叫做 公路監理加值 服務網 公路監理加值服務網 其實你只要有車牌號碼 跟車主的身份證字號 你就可以查出他什麼時候過戶的 補換照日期不一定準 因為補照換照 他不一定是過戶 但是你上公路監理加值服網 他要付費然後才是 不知道幾塊 3塊5塊 2塊是不是 他會寫過戶日期 這最準 你跟我說你是一手車 你跟我說 這個你開多久了 我看這個過戶日期就不是 這個是最準的 那有些車行呢 跟消費者收回來不過戶 有些車行收回來會跟消費者講 林大哥我告訴你 林大哥 我給你買這個 今天很好購 你知道嗎 我們說讚的 你去外面購 絕對勾沒那麼高 那是說我 剛好 有客人在找這個車 我給你收這個價錢 你知道嗎 林大哥我告訴你 我們稍微聘一下 稍微聘一下 好不好 這個車 看你可以 我一個月不要給你貴 好不好 我一個月的時間 我賣掉 好不好 我們等等 我告訴你 你放心 你如果收到什麼發端 停車費 E-tag 有時候是跟我說我隨機落 我們做生理 咕咕彈彈彈的 照片照鏡 你如果收到發端 你跟我說我可以隨處理的 好不好 我們說因為我真的收很好購 不要多過一手 我跟你說 我幫你收發貴 我多過一手 我就落購 對不對 你也希望我賺錢 是不是 不是,我們算有緣分,買一買,結緣,結緣,結緣不是絕緣手套的,結緣 好,你就讓我方便一下,我們說等下,你受到發動要煩惱你找我,我幫你處理 不是第一天出來的社會刀條,你聽好去探聽看看,入階你探聽看看,我在做生意,我不是第一天出來做 我的人就是重情重義重分泌,愛鄉愛託愛台灣,不然愛鄉愛託愛媳婦,抱歉說不對 我就買到過去,沒關係,你放心,買回來一個月的時間,他不用過戶,他就PO自售 阿媛阿,我告訴你,這裡騙我跟客人騙好了,一個月不用過,你快去PO自售 PO自售,一個月來把它處理掉,阿媛你去PO自售,看你買什麼PPT,什麼開的,還是什麼什麼小惡魔的 應該不會買掉,這樣就好了,現在PO自售,阿媛去PO自售,好漂亮喔,你看行照也沒有補患照過 也是一手車一個月內不用過戶,所以還是前車主的名字阿 但是呢,你月看車就是阿媛開那台車給你看,看他要怎麼轉,那台車是誰的車 我們那個阿公,哎唷,甩小,哎唷,幹,嚇死了,甩小 哈哈哈哈,誰丟的 剛從外面竟然丟了這個進來啦,哎,怎麼還有 祝你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喔,夭壽啊,這個無音傳腦 欸,甩小,還有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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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在你們鏡頭,你們過來一點 竟然還從窗外丟進來 竟然還從窗外丟進來 還有,你手會不會摔? 你手會不會摔? 很重喔 誰誰都要摔? 我會不會摔? 我會不會摔? 啊,什麼,陳大哥還沒演完 我剛才說到他,叫他唱一下 你老死耶 下禮拜精華怎麼撿? 反正他去賣車,就是車一定不是他的 所以他就要編很多理由了嘛 我跟你講啦,以前我們在人家那邊的時候 我們也是幹過這種事啦 我們不會自以為清流,好不好 我們以前我也是幹過這種事情 我沒有做過,我怎麼有東西跟你們講 對不對,我還跟同行討論過這個問題耶 之前直播的都跟大家分享過 你要去研究,前車主是幾歲的人 住在哪裡 如果我們對客人又有一點了解 他是做什麼工作的 等等等等 你對客人了解越多 你在假自壽的時候 你也在賺的越多 你可以吹牛的東西就越多 所以有些比較認真的這種 要做自壽的同行啊 我去問他們 他們會編一整套的故事 以他對於這個車主的認識 幾歲人住哪裡姓什麼 然後有沒有結婚幾個小孩等等 他知道的越多這個資訊 他就可以把整個故事的劇本都寫出來 因為你會問他嘛 這個就是一個買方跟賣方之間的鬥志嘛 他要講到讓你相信他是自壽啊 然後你要想辦法去看他是不是假自壽啊 這個故事劇本寫得越完整 越這個害人聽聞 不是啊 越令人動容 你才會相信他嘛 像我以前認識的一個同行 他就是擅長把這個劇本寫得非常的戲劇化 很多人喔 我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們有爸爸媽媽齁 你會發現有一些年紀大的人的消費啊 他們其實喜歡故事 他們喜歡戲劇化 比如說媽媽買一個包包回來 然後你去買這個包包要做什麼 我告訴你喔 我們那個長頭的阿豬啊你知道嗎 阿豬啊這樣啦 說喔 他們老公啦 去那個義大利啦 什麼米蘭啦 說拿一腳這個回來 要讓他說什麼 讓他處理比較有民主什麼啦 啊 想不到我 你說阿豬啊鄉鄉 中路愛啦 啊這個包包都沒有你用 放在那裡 本來說要讓他媽媽拍啦 啊他媽媽 少知道說 拍他處理之後 去讓他們那個誰 親戚看到 說他沒啦 買說阿你這個怎麼這麼怕算啦 賣到這個包包這麼貴啦 你怎麼怎麼怎麼賣啦 很不簡單的啦 只會說沒有小小買我 我才把這個包包買回來 你懂我表達的意思嗎 有很多 買房子啊什麼都一樣 他們都很喜歡聽到一些媽的 很奇幻的故事 去加深你買這個東西的信心 你知道嗎 比如說這個林先生 你賣這個車 你說你幫你這個舅舅賣 怎麼舅舅沒有自己來賣這樣 我舅舅喔我跟你講 他本來喔 是不屑開這種車的 他之前喔 他都開勞斯萊斯 開賓士S 賣巴赫一種的 我舅舅他繼承我阿公那邊的族產 好幾億啦 啊無所事事 他本來什麼超跑都有 他本來不屑開這個馬三的啦 然後呢 去跟人家投資啦 開餐廳啦 跟人家說要投資酒店啦 什麼都想投資 整個也擺完了 最後呢 我阿公幾億的財產被他拜完之後 他逼不得已 只好開這個馬三 這剩下他最後的錢 用他全部最後剩下的錢 他那時候才買了一台新的馬三來開 他打算用這台馬三另起爐灶 自從他買這馬三以後 你看他里程其實不多 他用這馬三 彈成了很多生意 所以這一台馬三 他本來想要送給我 但是我說阿不要 不好意思 我幫他想辦法處理掉 我們這個也不好意思 拿這個人家什麼東西 有沒有利用這個嘛 人性的那種弱點 你知道嗎 他可能說到這個 他故事裡面說 我跟你講啦 我舅舅東山載起 就是靠這台車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你買回去 你也會跟他一樣賺大錢 有沒有再稍微推一下 push一下對不對 你可能就買了 所以這個很多啦 謝謝大家 今天生日還上來看我 希望大家都這個身體健康 好不好健康愉快 謝謝大家啦 下週見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風機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大家晚安